国民党苗栗县长参选人 将提名前农田水利处处长谢普洪 外传党中央将接管县党部 而兼任县党部主委的议长中东 仅表示不太尊重 前往党部打包并卸下主委一职 强调自己准备好参选到底 他认为没有拖党参选的问题 呼吁团结迎选战 在大批支持者处理之下 苗栗县议长中东景 以沉重步伐踏进县党部办公室 并宣布正式卸下国民党苗栗县党部主委 外传党中央将接管县党部 并规划移交给县长提名参选人 前农田水利处长齐福洪 而主委一直由前县长刘正宏接任 对此中东景表示 连一通电话都没有接到 认为不太尊重 结果他把电话都省了 我就打电话回来党部问 他们说有这回事 我说这样实在不太厚道 连尊重都没有 我再次强调 我要的只是一个 尘气正义跟尊重 我想这是待人处事的基本道理 但是从县党提名以后 到策划我们 黄胡新 黄国苗党部的主委 完全没有遵循过地方的意见 这一点是我无法接受的 但是我仍然尊重党的决议 打包物品脱下主委背心 中东景细数担任县党部主委 685天 光人事就耗费了一千多万 不舍党不同人 更强调没有占用办公室 对于外界关注 是否会脱党参选 中东景认为这个问题 必须要建构在程序正义之上 我不认为我需要脱党 因为他的提名制度有问题 我要这样讲 南投县用民调 清竹市用议员投票 同湖县用民调 连江县开放 桃园用征召 每个县市的方法没有一致 这个怎么会是一个制度呢 党是大家的 不是谁的 不管现在谁在党中央 他只是暂时的 我热爱我的国民党 我不愿意离开 如果他撤下我的党局 我可能会考虑 采取法律的行动 拆除党部外藏的看板 象征正式告别 县党部主委身份 中东景议自己准备好了 呼吁支持者团结 一起打赢苗栗县长选举 这一战 沙古屉盆 继继继继继续